吼玉 把这花呢 吼玉 这荒云几十里 就你杀手的技术 最好 不讲了 你这把刀绝非完品啊 吼玉 这把刀 少有亲友者 必杀之后 万物禁忌者 必斩之 属我大象 我威成 随缘 无处 一国一徒 便于本天 无处下之分你为 大象都没有 尊败万手 别 属我 我的师生 谢家公天主 老处万万不可 不必来源 必杀 这把刀 我不会买 可惜啊 好刀法呀 有什么 张丽 三天时间已经到了 还不愿意休那么辛苦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南无成我金箍镇家大小姐 我配不上你个杀姑的吗 张小姐 我已经过过不多次了 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 你不过就是一个 留在个小小聚序 什么什么 后对了 我听说你现在靠杀猪为生 在你们刘甲 过得猪狗不如的日 吃饭总是剩下的 都上不了多 重要点 这是我的家属 不老你回去 可是 就是喜欢你 我这没想得到的东西 还从来没有失手过 我曾经说过 配得上我郑林薛的男人 一定是位盖世英雄 说笑了郑小姐 我是个杀猪的 我不嫌弃你是个杀猪的 但是 你也别想着 你的这把杀猪包 跟大夏龙雀的材质一年一样 绝对不是不错 郑小姐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呀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别那么着急拒绝吧 你在这个手中 你不认为我 你威胁我 对啊 除非你娶了我 磨碎了 还是入罪啊 郑小姐 我很愛我的妻子 我們不會離婚 就算你愛他 那他愛你 什麼意思 喂媽 怎麼了 廢物 你趕緊給我管回來 把你和語言的離婚協議簽了 什麼 結婚協議 語言 這次的機會相當難 京都正式集團的董事長 鄭靈軒 可是我們周家 還不曾接待 周氏 這是真的嗎 鄭小姐 可是我們新時代女性的開幕 也是會一直以來的偶像呀 我知道 所以這次 我特地為你準備了一張邀請餐 如果你能趁機 和鄭小姐達成合作 那你們劉家 馬上就可以寄身成為 京都的新鬼 你真是太棒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敢信你了 姐 一看人家周氏都有東西 不想殘忍 那人會殺住 我的肺 那馬身的豬騷而已 簡直是污染空氣 你弟說的對 子彥男 要我說 你就該跟周氏那個廢物把婚禮了 然後跟周少結婚 這才是我們劉家非凡同他的大好時機呀 至於趙義 我已經跟他說了 讓他來把這份離婚協議書看 媽 媽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不可以 孫玲 這個零婚協議我絕對管不錢 你要嫁你自己家去 王八蛋 你說的這是什麼話 你是不清楚自己在這個家的地位了嗎 扯義 你怎麼跟媽說話呢 老婆 你這個後媽三天年後媽中結婚婚家 他忽略賣什麼藥你不知道 他忽略賣什麼藥你不知道嗎 姊姊我真沒其他意思 不過就是這些年 看你一個人打不清太累了 想幫忙 既然 趙兄誤會了 咱就邀請他 哎周少你你別生氣啊 這個混蛋你居然敢得罪周少 你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穿個破背心 跨把沙豬到招搖過世 生怕別人不知道你是沙豬了 不是 看你的東西 就是人家當了三年 帶回來的都是什麼心意啊 什麼軍銜 你倒是回來當個殺豬了 把我全家的女人給這全城的豬公 破爛興賢根本配不上 別再把你都光浪費了 看你是豬食吃多了 呼住了老子 再跟你最後的資金 進行周少道歉 他還不配 告訴趙爺 這些年我不求你多上次 但求你不要給我惹事 這次能有機會跟鄭小姐接觸 說不定能讓我們劉家更上一個台階 讓你倒個欠走了 你要是想見鄭靈軒 我把他叫過來接你就是你 你還真是一個走報 你吹牛逼之前能不能先打聽你 鄭小姐那可是京都的大人 你還叫你打個上天 趙兄啊 你可探心 這是鄭小姐接風宴的邀請 整個海神就使掌千金南京 你瘋了嗎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像他這樣的邀請他 我要多少有多少 你根本不用求他 這才是一個真面目 自私虛偽愛慕虛榮 反正我還有些人 現在可 我媽說的對 我媽說的對 這才是一個真面目 自私虛偽愛慕虛榮 反正我還有些人 給我 你這是什麼意思 廢物 你還不明白嗎 我們語淵現在可是財經雜誌的紅人 年紀輕輕身價20億 帶領劉家進入海城三大家族 同時他又是海城第一美女 你一個殺豬老 費得上 許許20億而已 我還從沒放在眼裡哭 這麼多年如果不是我安地裡 幫助你們留下 你真以為自己能走到今天這個地位嗎 教義 你該不會是吃了幾斤豬大腸 就有逼貨還二十一 你得二十塊的 還想幫助我們留下 要不是我且收留 你早都餓死街頭 就是你一個殺豬的窩囊肺 連我們語言的一根腳直的都哭上 語言嫁給你 直到在背後被人抽了多少幾兩 那他如果嫁給周上 那他將會是整個龍舟最被人羡慕的女 權力地位金錢要什麼有什麼好 聽到嗎 趙義實相的現在趕緊都以言離婚 語言你也是個絕大 我知道 你是因為自卑才說出這樣荒唐 但我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 公司的事你幫不上忙就算了 你成天除了知道殺豬做飯 你還有沒有點追求 我真的受夠了 好 原來平平淡淡的日子對你來說是一種驚慌 我們所處的高度不足 你是不會懂 這裡有兩百萬 就當時給你的補償 你自己拿著好好過日子 原來你把一切都想好了 既然這樣 那麼久 就是你把我幫你合作 我給你的補償 你是的 我就是你 從你買到你這 我跟我在還 我胡說 我以為你這麼能看 吹了一嘴的牛皮 还吹不掉自己身上的一股猪屎 行了 节目业快开始 爷爷 走吧 爸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失去了谁 这儿坐 干嘛去 我收拾自己的东西东西 你来我们刘家的时候 都是一毛钱的 吃的穿的用的全都是我们刘家 你还想带走 我没脱你的衣服就不错了 就是废物就是你 怪不得我解放水 打我进入你们刘家 对你们百依百顺 把你们当祖宗咬公着 到头来你们就这样对我的 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赘婿 伺候我们不是应该的 就是 哎对了 你走之前 还得让我们搜一下你的事 万一你帮我们留下什么东西带走 去天室你不激动感觉 难不成你真偷拿了我刘家的东西 做贼心血 我劝你最好是自己乖乖交出来 你要是让我找到 就死定 还有那张银行卡交出来 我 这点钱你也惦记着 什么叫惦记 你在我们刘家白吃白喝这些年 我收点利息怎么办 我可告诉你我女孩的钱 一分都别想拿走 我看 拿你们筹签 我看 我看啊 拿你们筹签 从今晚 我给你们留点两不像钱 但是我告诉你 把我所有东西还你 来人呢 破译的拿走 我的鱼佩 什么鱼佩 不知道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我鱼佩还给我 你说什么 你这是狗难报铁 你把我鱼佩卖谁啊 说 他干什么卖了 他说 我把鱼佩给中手 你小混蛋 就是一块破鱼佩吗 你紧张什么 你要是敢伤我儿子的话 我跟你没完 破鱼佩 你以为但凡有一张四张 你们两个加钱十条面都不够赔的 来人 没车 去接过宴 小姐 老爷病重 京都的人一直在监视您 您这次提前回来真的好吗 您放心 我已经安排了替身做掩护 父亲从京都回来就一直变住 这是并不简单 希望 能在鸡丰叶上 故事的一些名利吧 书下 小少 感谢你给我这次接触郑小姐的机会 爹爹 这也是情色 爹 爹爹 刚才受了疼痛 这杯酒 今天我快醉了 这事严重了 别跑 你来干什么 别干嘛 别乱来啊 你居然敢在这酒里下药 什么 放弃 爹爹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顺便给你看 他觉得你喝了解药了 够了赵义 居然这么瞎瞎了你方式去污蔑周上 那你不说 这不说 这不论区 应该是有高端的杀组 穿成这样子了 真是丢人线 别这么说 人家估计啊 刚才是什么杀完猪毁的 不是为了生死 真是不知死 谁知道看上你的 还用着刺耳 这次你一定要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让我拿什么相信 你只把让我丢进脸面的杀猪刀了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不争气 没想到你居然用这么无耻的手段 求你灭周上 灭他 明明就是他 爹爹 我可是周家 他大少女 我可可干这个事情 倒是你 一个卑劣的杀猪老 竟然能擅长郑小姐的尖锋燕 小 他能吃什么沙场 横手一冲千军万马 你抽到外屈子 我们的小小的尖锋燕 我如何来不得 他横手千军万马 你以为你是大三龙主吗 你 丑爷 非要看着我丢人 你才开心是吗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丢人 那你弟弟偷我运牌 他就不丢人了 我弟弟怎么可能看那种事啊 不就说话一配吗 大不了我陪你就是了 陪我 根本不知道这鱼皮的汗 你是大虾的商品 这块鱼皮 还是总是移行我 拥有它 就相当于拥有整个大虾 一半的财富 你有不要闹到这种场合来吗 今天我拿不到我的鱼皮 我不会走 你 鱼皮 该不会收的是 这 我住 周上你这个鱼皮哪来的 这块 买的流能的呀 原来这鱼皮 是赵兄弟的呀 其实我本来是想还给你 但这好歹 也是我花钱买的呀 你给我讲我买 我要 五百万 你 区区五百万 从没放在眼里 区区 我还哭过呢 我说的是 人民币五百万 可不是名币啊 哈哈哈 你不会告诉我 你这五百万 是你靠 杀猪赚的吗 还是说 是你从你前妻的那些 买在钱里面 抠出来的 用不着你造型 你别 你别大张脸冲胖子 现在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我先帮你把五百万给了吧 我毕 你这六甲算不够胖不起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 你个随随便便的会员卡 他我他个 这里面要是有五百万 直播吃屎啊 废物就是 这五百万都拿不出来 刚会正大小姐来了 这个废物就该惨了 赵义啊 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磕头 再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我就 追求你擅闯接风宴的事情 顺便 再把这个玉佩还给 不然的话 等郑小姐来了 你就等着 大写八块吧 郑林轩的丫头骗子又算什么东西 你这个废物竟然敢羞辱郑小姐 赵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郑小姐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 周上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把玉佩还给她 那就 那把自己的钱 你哎对不起 我腿抽签了 你找死你 啊 周上你疯了 周上你没事吧 废话 家个大了 他就是 他就是一直冲动 你大人不知其小人空 你就放过他吧 不需要你求求 他那呗 月夜 你心里挂着人家 人家还不领你的琴呢 周一 太让我失望了 我再也不会管你了 周一啊 你现在连 半岛没进去了 真是失败 来人啊 擅长 接风宴 诋毁 郑小姐 被我抓起 断台一朝腿 郑日集团 总是个 郑明风 郑日集团 总是个 郑明天啊 哎呀 郑小姐 你终于来 你来我们周下 真是旁壁胸黑啊 郑小姐 你好 我叫刘语言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 您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今天终于有幸见到您了 他就是周一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这儿有一个擅长 接风宴 还诋毁您的销售制度 我这不光明镜 哦 谁这么大胆 小斑 老人代表 是 郑小姐 你要销售我吗 周一 郑小姐 您认识他 何止认识 怎么 现在擅长 接风宴 是来修 你太自量了 我给你的不熟 何来羞辱之谈 赵业 你还给我闭嘴 你怎么跟郑小姐 我让你打他了吗 郑小姐 您别误会 他是我前夫 没什么本事 就是喜欢老说话 您别介意啊 什么 前夫 这个赵业 他已经被云给修了 现在他就是在菜市场 一个背剑的杀猪了 我能费一个 刚才就是他抵护你的 一定要给他 还得教训 既然如此 那我确实该好好拯护 没问题 郑小姐 只要您开口 我现在就给您教训他 赵业 你快跪下 给郑小姐道歉 那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你 您这个上司 自己走 你又何必给他教训 郑小姐 赵业 他就是嘴巴没个把门的 喝水得罪你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你也是个身份 提他道歉 我 你起来 不用给他跪下 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等于郑小姐你就死定了 你知不知道郑小姐什么身份啊 那个卑贱的杀猪 我居然敢诋毁他 知不知道郑小姐一句话弄成 你就可以捏死一只蚂蚁 就算你下来 你也死定 他也没本事动 哦 是吗 既然如此 那我确实该 好好出发你 既然 你已经一婚了 那就罚你 娶我吧 郑小姐 他那个杀猪 怎么拍的上您呢 你每次开玩笑吧 我占了一圈选什么夫婿 还需要你来争训 张义 什么想法来欺骗 你怎么会跟郑小姐 用刀片吗 刀片 哇 你靠着我 你这个废话 别给郑小姐 你谁都不赔 可是我还有不是你说的 可过你是个垃圾 又不是垃圾这个字 哇 你干嘛哇 这是难道 今天 今天 我就见郑小姐好好教训你 来呢 够了 你们都得听清楚了 赵云他是我的奶人 谁敢得罪他 就是跟我作战 不 不 这什么的 这什么的 我教议 不 我说之前 是 是我眼下 你大人不见小人 如果 你找我一面吧 有 你刚不是让我给你跪下吗 还说 那打断我一条腿 哎 没没没 我错了 说我吓得过也 我错了 大人不见小人 如果 你找我这一面吧 郭长 小白 我让你带着 是 啊 班长 老大 你找来教授 说是郑小姐的飞机才刚刚落地 过了要半小时 让他们最后考虑 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失策了 那人只是为人 以后的现实 怎么回事 我告 这个张铁薛 是个假冒 什么 假冒的 好你个赵云 你胆子挺大啊 既然敢找人来冒充 郑小姐还敌我 郑小姐那么刚刚在上 人 你可不看着你这么一个废 我穷光蛋 小李 你以为你用这种下三浪的手段 就能报复是吗 知不知道 找人冒充郑大小姐可是死罪 笑 我的生死还没有什么 我以为 你是不怕 现在看来 你就是一个纯诚的疯子 你现在 找人来冒充的郑小姐 还当面 极无数 几天 我也是 几天行道 不知死我东西 都大家试试 行了 小姐们 还在这装吧 啊 看在你还有几根姿色的份上 好 我还能饶你 就你也带子 给两个妖 那你干什么 滚 说 等老子想说玩 让你们长生气 你还要 去死吧 八蛋 你们去死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永远也忍不起的人 不愧是我看着了你 还真是深层 你别乖 我们这位在背后可是京都王家 晚上在京都一手折铁 连国手都得给他们灭藏 你再要买了有什么药 你再弄死 你对手指就够了 京都王家 来 你现在知道吗 我告诉你 我有钱有事 你就是个瞎的 不要听死你就对我了 这你的全是 还是我的东西 哎你别过来 正义你别乱来 你们是君杀了多少 天多人不会放过你的 反正你没给我判死 行了不是 我杀一个够人 杀两个 你别说气话 你赶紧走吧 等真正的郑小姐来了 你就跑不了了 让你 郑小姐把他出来了 等他来了 就等死了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你倒是打了 你快走啊 让我 行 都不要 你哥哥等死了吧 什么 怎么回事 我把病危了 不得赶紧回去 本来是要找名医的 现在来不及了 这样 我的话也过去 说不定能帮人生活 你是有认识的名大师吗 呃 算是 好 那我先回去看看情况 告知 这一次 再去扶你就够 就是下次再见 就不是死那么简单了 该死的是你们 从我们爹还叫 郑小姐 杀了这个招 这招算了吧 算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 今天这个招我已经记住了 郑小姐的电话里通了吗 没有 我一直找不到 还有什么事情耽搁 这个周一 先做不精神了我们周家 来找人冒充郑小姐 爷 你可别心愿造一大救急了吗 周上出现了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以后他的死 又无 好 爷 我知道你这个事是什么的人 你也知道 我希望你很久了 我知道 你想要接及郑小姐 无非就是想拿下正式集团的合作 来弥补你们流氏集团五十一的亏空 你放心吧 有我在 正式的合作 我一定会给你的 那就先谢谢初少 少音 当初选择 真的说 爸 爸 那你怎么样了 这管家 我管 他现在什么情况 医生说 恐怕好 我今天晚上 这样 小姐 你不是去抢名医了吗 找到了 看在你帮过我的面子上 郑老爷的病我来试试 你还会治病啊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刚才那个神医过来吗 我说的神医就是我自己啊 胡闹 你毛长齐了吗 你还自称是名医 你知道我们老爷是什么人 出了声 我们担得起责任吗 反正他不也败死了 司马当皇马医 说不定还与先生机啊 你好大的胆子 这本家 你别着急 超一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没开玩笑 他的病只有我能治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别人求我我还不治 小姐 不要听这家胡说八道 我跟他就是个骗子 老爷的病 连京都的名医都治不好 除了鬼衣门的人前来 过旅啊 还有一箭生机 可是鬼衣门的人神中鬼末 压根又找不着呀 有笑话 老爷子中的可是中 鬼衣门门主来了都没用 胡说八道 什么狗屁中 鬼衣门门主都治不好 你能治 你意思是 你比鬼衣门门主 艺术还高了 当然 鬼衣门门主是我徒弟啊 小姐 你精进 你精进就要不知天高低厚的家伙 再说些什么 鬼衣门门主是何等的存在 他居然说 门主 无意 赵义 你觉得是真的吗 当然 从不早 你对我爸知道有几成的宝了 手道琴来 百分之百 好 我相信你 你给你治吧 小姐 你不能拿老爷子生命开玩笑 这家伙不能信 赵伯家 这事你别挂了 我相信他 小姐你 都听您的 你们家老爷要是有任何的差错 就算我们家小姐保你 我拼了这条老命 来讲 姐 你也算是个忠心的老 这样 去帮我拿份银针 郑老爷的病 你大口好心 来 好高明的针法 这 怎么出来了 怎么有变化呀 你父亲体内有个毒员 没有那么疑心 只要两个小时以后 才会有没有钱免购 切记两个小时之内不能 否则不忘了就 人生 听说伯父病了 我正面带了钱大师来给伯父看病 等八天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了我不合适 赶紧滚 你太绝情了吧 我可真费了很大的功夫请来了 钱大师 他可是鬼一门门主的大弟子 一定能给伯父看 这个是钱大师 钱大师 久仰大名 听说你是鬼一门门主最特意的弟子 一手一束妙手回春 这下我们老人可算是有救了 你是鬼一门的人 没错 正是在下 可我记得鬼一门传承的是中语 看您这下是西医吧 黄口笑话 门 小八道 我们鬼一门 那是既有中语 也有西医 本人 修修的是西医 就算你是鬼一门的人 今天你也白跑一趟 因为我已经把郑老治好 这哪来了小子 在我面前吹牛 你把伯父治好 我看不还在这躺着呢吗 管家 怎么什么人给伯父看病都赶进来 这是我白小姐的朋友 可是 专程来给我们老爷看病 小姐 朋友 哎呀 哎呀 我想起了 这个不就是被刘家赶出来的那个 废物 不是 并说 那刘宇也给修了 怎么 杀猪老不拿杀猪刀 该拿守护刀了 董八天 你嘴巴就好够干净 没事 这个垃圾 为什么 你不会相信吗 小子 趁我没法比起 赶紧给我滚 你别说 下一个让我滚的人 坟空操作跟你一样 还挺嚣张的 你知道老子是谁 老子是海城地下土皇帝的儿子董 八天 啊 什么二子孙子 我不认识你 行了别说了 我父亲还要休息 小子 等一下再收拾 钱大师 想给老爷子看病 这银针是谁 这银针是谁 这是胡闹 慢点 我说了 这银针两巧之时 那不能拔 否则有性命之用 胡说八道 我在鬼一门这么多年 我还能不知道 什么狗屁中疑 栩栩几根银针 就能致病解脱 我还学个屁息一样 那是你自己学一部精 你 钱大师 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 看他年龄也就二十岁出头 有什么 你不会真的信心 可是 小姐 那是的手段 我可是见过的 还是西野 能治好老爷才最重要 郑小姐 我知道你担心这个老的安危 乃及的权力 不要并急乱投影 很容易弄 对不起啊 我看我父亲一直都没洗 我也挺担心他的 要不还是让钱大师看看你 说了 现在法治 那老就没救了 盖下救人无数 居居小也不在话下 被一个毛头小子给吓了 我只希望你待会别哭着求我去 求你 我求你别搞笑 赵一我要是你我就赶紧跑 要不一会钱大师把老爷子担了 知道你 就让你再给我 你再给他吃 谁才还不一定呢 你找个帽子神医来给这老爷子治病 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到林头还随意吗 要不咱们赌一把 好 赌什么 如果一会钱大师 把我老丈人治好了 你就从我当下钻过去 然后自费双人 你别太过分啊 那要是你说了 跪下给我磕三个头 叫三生爷爷可以吧 好 放一會兒看你走 錢大師 怎麼會這樣啊啊 爸 錢大師 不回事 剛剛還好好的 這怎麼突然就不響了 沒事你讓我再看看啊 老爺 沒想到我年紀輕輕 就要有個孫子啦 胡說 哲哲 柿是 換上東西將敢騙我 意思嗎 如果你就治不好 咬我的面我真的無能為力啊 我還有辦法我還有辦法 我讓我師父來他一定能治 早說嘛 還是錢醫生有辦法啊快去 師父你你你快來呀你 我師父說了他馬上就到 等他來了 鄭老爺子就要救了 鄭老爺子這病只有我能治 你師父來了也沒什麼 傻子你簡直找死 鬼衣門主是何的 你竟然敢治一門主醫術 你真是不治天高以後啊 我告訴你 我師父 是最看不慣你這種人命 我當回事兒的拉起 他來了就要你的革命 我告訴你就算你師父來了 他還只能乖乖乖想叫我 少醫 你別說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鬼衣門的可怕 就連我爸 也要對他臉上風 我說的實話而已 還有這個背 他也得稱我一聲師 什麼 我沒聽錯吧 鬼衣門門主叫你師父 哼哼 哎呀你一個殺豬了 不會 拼母豬看 我現在就等著看吧 只不過各位要快點做這點 因為你父親他好像已經撐不住了 媽 趙毅我求求你了 能不能再救救我吧 燕燕你瘋了吧 鬼衣門門主馬上就來了 你讓他給你爸看病 他是我爸 我想要誰治就要誰治 況且 我相信 看來這小丫頭也不是那麼淋不清嘛 想要我出手也可以 只不過剛才經過你們這麼一鬧 鄭老爺子的病情明顯下重 所以等會無論我幹什麼 你們都不能什麼事 好 一切經理 好 讓他 小子 你怎麼是不是瘋了啊 趕快給我住手 好可 劉軒 撤你也能忍 老爺 小姨 你瘋死我 那不是的 我不許任何人 打擾小醫師的 下骨鬧 簡直是下骨鬧 我告訴你 你少在這故弄玄虛了啊 就你剛才踹的那幾腳 正老爺子要是能起死回生 還就自斷雙臂 終身不再行逆啊 希望你說出這番話 待我不會後悔 如果你有能力讓我後悔 自斷一瓢腿啊 現在才出了你這個廢 有人信 我 這什麼這麼噁心 啊 爸 我是死亡人 爸 終於醒了 剛才差點死掉了 是趙義幫你救醒的 吃壞肚子 多謝小兄弟救命志 小石一撞 我別管他 如何 是你自己自怪的 是我來幫你 不過就是運體很大了 我看正老根本就是吃坏的肚子 刚好你的鸡脚管做 吃坏肚子 正老明明是被人吓咒了 你这个佣衣 连病因都查不出来 还配情依 小兄弟 你是说我被人吓咒 不错 好大的胆子 到底是谁 敢对我父亲吓咒 我不服 我不服 什么狗屁吓咒 不过就是寄生虫罢 你生的命好 让你撞上 一个臭杀 你算个屁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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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众揭穿你骗子的真变墨 就是你狠狠 这些自由为师高高在上的忠义 才有许多病人无辜丧命 今日 就请你们门主轻易门火 我要干什么 家 你 这些 可以 赵医 你宠货了 鬼冷门 不是你德在他起的 鬼冷门 老丈人 你有所不知 前大师可是鬼冷门主的德意门上 这个废物 他废了 今天死定了 小叔 你快走吧 听说鬼移们背后 是当年大下龙主 虽然隐退 但是 我们得罪不起的呀 如果正家 最尊贵的客人 才能拥有的黑卡 里面有五十个亿的额度 你去躲一躲 江总 没门 我们的必须 等八天 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 才没有动 这是他们正家 说话的权利 你走 我为什么要走 鬼移门出了这样的老熟诗 我替门主清理门户 他应该感谢我才是 如果他寻思无敌 我看着鬼移门也该起散 好大的口气 是谁 在诋毁我鬼移门 师傅 师傅 您教教我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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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笔 你的手怎么了 算了 你可算来了 就是这个下桌 废了钱大师的双手 还诋毁你们鬼移门 说什么 是 师傅 你 我 说什么 你 是 你 我 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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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那是誰嗎 要侵蝕滅族 這怎麼可能 你好大的本事 做你自己的那位災害無辜 今宇要不是我前來 又為生命白白慘死 什麼在這 胡亂地 辜負了您的教會 這個錢兵冒犯了您 任由您處置 另外 請教徒無法乾淨死吧 緊閉鬼人們 永不踏入城市 是吧 是吧 你折騰我 宗師爺 你就饒了我這次 我以後再不看 你就饒了我這次吧 爸 如今你雙臂已廢 就當作對面 以後再互作廢位 定殺無勝 滾 謝謝宗師爺 謝謝宗師爺 你站住 你做得到 是吧 你俺沒有看到 你 好 就是搭上整個鬼門 我也要為你出手機 你這是什麼鬼 打我貴是鬼 我自己貴是不貴 爺爺我錯了 該孫子你早喊了不就沒事 哎行行 你說的對 我下回再不敢 行了管吧 是是是 哎 我說的是滾 哎好 照義你跟我等著 我一定讓你死無葬身 師父 如果沒什麼事 我就先告退啊 那天如果你先來務事 讓我問一問 我提親自為你解放西山 此時在意 你先退下 沒想到嗎 本事還挺大 我就說你們還不錯 絕對不是一個人 你看 我搞不定 爸 他就是我這跟您說的那個譜悅 我嫁給他 這個 他他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我認真的 我第一次非他不嫁 我沒有開玩笑 我第一次非他不嫁 那個 那個 此時日後再說 對了哥 您大真出獄 這兩天多多休息 我再給您調兩位藥 您調養一段時間 日後就會好起來了 多謝小兄弟 對了爸 您知道誰對您下如此黑手嗎 京都王家 京都王家 那不是我一手扶持起來的家族嗎 王家是京都第一大家族 他為何想置你於死 京都王家野心勃勃 自從大廈龍主隱退 他就是他京都的霸子 他們王家 已經不再滿足京都了 想要吞命和擴張整個大廈商業版圖 他們的手 已經是個海仇了 好遠 看來我試試過一條版就拿 那王家 您是剛不作樣 案子裡卻下如此黑手 知道我爸沒死 那豈不是他會再來一次 當然 王國天都冷了 怎麼可能就此把手 明天我們正在的此事晚宴 那個京都王家也會過來 你擔心 他們對你下黑手 要不我會替你出席吧 不可 我這把老骨頭 死了就死了 你是我鄭家的繼承人 萬萬不能出事啊 沒關係啊 是不是 他媽 我 這不是我嗎 你要我嗎 對呀 你武衣又高強 你會醫術是最合身人選 哎呀你的好能坐到底嗎 就當我一天的胖子 這 小兄弟 我知道你本事大 請小兄弟就保護我女兒吧 哎 鄧老婆畢都禮 這件事 我本來也不可能修守旁觀 我可以去我們鎮加一半的股份送 哦還有這個 這是我海培一號的別墅 現在是你的了 又是股份 又是20億的大別墅 鄭小姐這麼大 只要你股份 只要你股份 你股份就先不要了 房子我先收下 正好 我暫時也沒有落腳的地方 那正老你先休息 我先走了 趙兄弟別歪了走 哎 那個你前期的劉氏集團 也申請了慈善反應的邀請卡 也想做我們正式的合作商 你說我給你一個手 給吧 這是他期待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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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 給他的補償吧 啊 看來我還是低估了 前期在他心理的位置 不過沒關係 越有挑戰 越刺激 有意思 周上 多謝你給我這次機會 來參加鄭家的慈善晚宴 羽燕 你話這麼講 可就境外了 上次因為趙義那個廢物 攪和了我們和鄭小姐深入交流的機會 這次你只要在晚宴上 能被鄭家選的合作商 那麼你們劉家一飛沖天 就指日可待 我只能說盡力而為吧 畢竟有那麼多 比我還優秀的合作商 放心吧 羽燕 我聽說今天的晚宴上 鄭小姐把我再介紹一個大兒的 我聽說他可是治癌了鄭老大便 要是能和他打上線 不怕鄭小姐不跟你合作 真的嗎 那就提醒感謝周少了 小意思 小意思 這個廢物來了 這個趙義真是大意 上次找人冒充了鄭小姐 今天要跑過來送死了 少爺你來這趕死 原來是劉總啊 怎麼有事 離婚後 我們都這麼生分了 這不是你該來的 你趕你走吧 走 別人邀請我來的 我憑什麼要 邀請你 你不會說 又是鄭小姐邀請了你 當然 行了 趙義別裝了 我知道 你是為了報復我 上次故意找人冒充了鄭小姐 但是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樣子 啊 你這個樣子 鄭小姐可能會看得上你 你這些伎倆 你太主持了 隨便 二爺你不要再鬧了 你費盡心思打拼到我要來參加晚宴 你就故意來這製造偶遇 有意思嗎 製造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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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姿姿多情了吧 你 行了 別再裝了 欲擒故作的伎倆 我玩的比你溜 就你這套東西 不可能讓製造偶遇 不可能讓製造偶遇 女人 天行不巧 在精英和廢物之間 她們知道該怎麼選擇 你還是死了你這條 想要潘龍赴鳳的心 你算了吧 別說一個劉獎 就連你們都想我也存了 還有 劉宇言 你也沒有讓我故意偶遇 趙玉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你太讓我失望了 還有什麼事 你們說我 我說你 他門口裝的必須行了 去租了一套西裝 穿得柔磨狗的樣子 還真以為 你起裝確實不如你 不用裝了一副狗樣 再說一遍 夠了趙燕 你知不知道這什麼 今天來參加晚宴 是整個大廈上層階級的名人望族 不是你這種普通人進去的 普通人你想說的是底層人嗎 劉宇 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無所謂 反正自從你跟我結婚以來 你從未這麼想瞧得起我 從今以後 你走你的陽關道 我過我的姿勢 行了 這種不知死活的東西 我上去看 不知死活的東西 他怎麼真的能進去 連我的藥氣汗 都是廢棄心的才敢 他這個廢棄怎麼可能會有 好好 我明白了 今天的晚宴 缺服務員的 他肯定是去當服務員的 我查一下 看來我們真的是誤會他了 今天不缺服務員 一號大酒店去掃廁所的 原來 這個趙毅 是去打掃廁所的 趙毅啊趙毅 這就是你嘴硬的資本 我不是派人去接你了嗎 怎麼這麼早就到了 你不也提前到了 王家人到了嗎 估計還要一會兒吧 作為我的保鏢進南半 我自覺點嗎 謝謝你 鄭管家好久不見了 知道鄭老爺做還好 多謝周少店姐 多虧了恩公妙手回春 老爺現在啊恢復得很好 那真是太好了 沒想到我們海城 還有這樣的事 不知道 今天我們就全世界 是恩公會來 到時我幫助手引箭 不是什麼難事 好 那就先謝謝鄭管家了 那不會現在 我失陪一下 你家小姐和恩公快到了 我得去接一下 行您快去 周少您真是神通廣大 連鄭老的管家都這麼熟 真的太感謝了 在海城 誰不給我周見 別面子 只要我開口 別說是一張邀請財 就是鄭家的項目 也可以給你 我真的無以為報 要不改天請你吃飯吧 哎那好 那不如今天晚上 我們就一起吃個飯 然後再喝個酒 拍個房數 你這個廢物瞎說什麼呢 啊真是會子 他在哪都沒預計 我們才是會子 今天出門前 就應該先看看房裡 媽的 又是你這個 老子還沒找你 你到自己找上門來了啊 上次在接風宴上 裝作鄭大小姐 洗手我自己還沒找你算 哦 敢在我的地盤上 朝我算場 你還是第一個 哈哈哈哈 要不是啊 我知道你們兩個的底細 還真以為 你就是鄭大小姐呢 看著吧 等會兒鄭主就來了 我看你還怎麼撞得下去 你們周家人都是這麼沒腦子嗎 當初是怎麼讓你們周家人 還提搬火的一公斤 你這個臭老子想說什麼呢 我勸你不要在這裡鬧事 我都等會兒被趕出去 我可保證 你在這兒 算了 心裡有一點有什麼 在他的心裡 這個女人就這麼重要 要不把他們都趕走 是他 不必多自疑 跳樣跳手啊 要 這麼心疼的前妻啊 我勸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不想的這個結果也是 你人注目吧 啊趙怡 在這兒等我一會 我先去處理上 好 去忙吧 哎 殺住了 你那個女人都已經跑了 難不成 你還在這兒等死啊 知不知道 你送的這個位置是誰呢 有什麼後果你清楚嗎 我愛坐哪兒就坐哪兒 你管得著我嗎 我告訴你 你現在坐的位置 可是留下的專屬位置 像你這個嚇的人 坐在這兒 就是對他們的孤數 我跟你兩條路 要麼 現在給我下跪認錯 要麼 讓你吃本兜著自己 如果我拒絕呢 好 拒絕 我可欣賞你 對不起 你 趙怡 周哨這個人眼裡 向來是龍不下半點殺死的 看在過去那裡情緒上 你趕緊走吧 結婚三年的帳篷 你一點都不了解 姓周的你倒是瞭解的挺深的 你們倆 不是夫妻勝死夫妻 我跟周哨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你能不能不要用你的小肚肌腸 去褻瀆我們之間的友情啊 說這話你自己信嗎 劉妮你 你 成大 讓你嘴硬 現在你又走都來不及了 爸 把他趕走吃點 也算給他趕緊 就他 主寶 這就是你說的底層人士 對 你對的 這傢伙 就是 清潔過 哪有什麼資格 來參加劉家的慈善晚店 我懷疑 到時候 我是真出了什麼事情 到時候 我是真出了什麼事情 我懷疑 這位先生 能不麻煩你出示一下慈善晚店 我沒有要 這 少爺 是吧 這會兒 來人啊 給我把這個混進來的人 我扔出去 你確定 把鄭家的貴客扔出去 是後果你擔待得起 哈哈哈哈 哎 少爺 你老是誰 啊 你當自己是誰啊 是家貴 好怕呦 爸告訴我 今天鄭家的貴客只有一位 那就是鄭大小姐 親自邀請鄭老的救命恩人 你該不會想告訴大家 你就是那個大人物 那如果我真是呢 你要是那個大人物的話 我就給你跪下道歉 好 跪吧 衝 又發你 我讓我看看 今天誰會跟你跪下 誰都是我的所有的事都是我的 是我不長眼 求先生給我一次機會呢 哎 李隊長你幹什麼呢 怎麼真給這個廢物跪下來了 你懂個屁 這是我們鄭家的黑客 代表著鄭家最尊貴的客人 什麼 鄭家黑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什麼 李隊長 我笑你被他騙了 這傢伙就是個殺豬老 他怎麼可能會有鄭家的黑客 我看 這八成是他偷的 我說他今天來宴會幹嘛呢 看來是拙遇 什麼 偷的 好你個小子 不僅偷東西還敢息怒我 他說我是偷的我就是偷的 怪不就鄭老會病重 原來是你們鄭家養了一群廢 他媽罵誰呢 啊 你說不是你偷的 那你告訴我 這黑客為什麼在你手上 你不會想告訴我 是鄭老給你的吧 是鄭老親自給你 哈哈 我在鄭家做護衛這麼多年 別說跟鄭老說過一句話 就連鄭小姐 我也只能遠遠的見過幾次 你們的殺豬了 你居然敢說是鄭老親手給你的 鄭老什麼什麼 你也會 哎哎哎 你還別說 還是用可能是鄭老 這小子鄭大腸賣的好 只不連是鄭老吃的乾淨 歲數少了他一張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來是不想惹事 但你們要是還在我耳邊我我我我我 我介意把你們全都刪出去 趙怡啊趙怡啊 你的嘴還是成天啊啊 好 呂隊長 還有一件事情忘記告訴你 這傢伙還有錢 上次的接封宴上還找人 去冒充鄭大小姐 什麼 你居然敢冒充鄭大小姐 在我的地方 你還敢口出狂言 來人給我把這個小偷抓住 我鄭大小姐親自發了哎 你隊長 你生氣 你說鄭大小姐日理萬機 哪有時間收拾這個砸 你要是直接把這小子收拾 肯定能獲得鄭大小姐的賞識 到時候升官加薪 可是只是可待 沒什麼意思 周少你跟李德說什麼 趙怡雖然嘴欽但罪不至死啊 哎放心吧屁啊 有我的面子在 李隊長 趙怡 心發動了 那就好 趙怡啊 你還不謝謝周少給你求情 他巴不得我死我給他倒是你 你簡直不可理喻 走吧小子 跟我走一套 你確定要在這用手 等會你要是哭了鼻子丟了鄭家的臉 那可就不好看了 媽的 死到臉頭了還敢嘴 來啊 給我把這個假借正道小姐為你 到處坑蒙拐騙的傢伙 我私立了 是 幹什麼 刀狗住手 你又是什麼人 在我的地盤能不能少管誰是 你的地盤 你敢在我正家說你的地盤 這大小姐 知道我的身份 阿福克貴 哎呀 那 這個賤人 就是這個趙怡的同伙 這個賤人 就是這個趙怡的同伙啊 抓起來 我拷問拷問 我看他就是正大小姐 我不是跟你說 啊 你只是在遠處看過幾個正大小姐 那趙怡找人的時候肯定是找了一個長相和身材都很像正大小姐 趙怡啊趙怡 你為了裝這個病 他真是煞 為了維護你那可憐的自尊心 你可真是煞費古心的給自己找理由啊 哈哈哈哈 我找理由 行 那我就讓你死 剛才我遇到正管家的時候他正在去接正大小姐還會 所以說啊 現在的你們兩個 竟是假的 媽的 差點又被你們兩個騙了 你們簡直親人太神 既然你自投奪我 也省得我到處去找你這個 拜會大小姐名聲的賤人 來人啊 給我把他們兩個送到巡檢私房了 我看誰敢 你要是 想免掉這個幾年的牢獄之賽的話 去求我 去指認是趙怡歪逼的你來幹這個蠢事 指不定我心情好可以把你保持 當然 如果你不想要這隻手 我不建議 要 啊 我 我 這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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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你 媽的 真是瘋了吧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鄭家的即生晚宴 我是鄭林軒 這怎麼可能就是鄭林軒 不會是真的 他是假冒的他在騙人 舅舅你可別亂說話 你有什麼證據呢 你還別說我真沒見過這種小姐 要是有人冒出的話 我們還真辨別出來 說不定周上說的是真的 各位 我還肯定這個女人是個假冒 之前我們周家 鄭家大小姐舉辦接封夜 有人剛告訴我鄭小姐到機場 這個女人就已經出現在的夜會停 什麼假的 李隊你安排要把他倆抓起來啊 鄭小姐要是敗罪下 我們可在哪兒去 各位別慌別慌啊 今天啊我一定不會讓這兩個人 躲著離開 你笑什麼我笑什麼 找死給我住手 怎麼呀你拿著揍 這兩個人啊我當偷了老爺的黑 還冒充鄭大小姐 我現在就跟你玩一段 你他媽是想施主嗎 我 我不明白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這個豬腦袋要是不想要了 你就把他丟出去餵狗 你身為鄭家人 你居然還想抓鄭大小姐 找死嗎 怎麼是在何點 大小姐您沒事吧 什麼時候我們鄭家 林玄斗 挑了 這豬腦子怎麼當隊長的呀 大小姐您心動 失我管教不言 來人 把這個沒腦子的廢物給我丟出去 容不再入用 不要大小姐大小姐 大小姐饒了我吧 我不能施行這副工作 大小姐求情了饒了我饒了我 饒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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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不是在開玩笑嗎 那種劍怎麼可能真的是震大小姐 大小姐 你最好把你的嘴巴給我放乾淨 要是再讓我聽到一句 讓我們在大小姐的話 我就把你的嘴給撕爛了 是嗎 沒有吧 這是我都是誤會 鄭林轩 他真的是鄭林轩 我早就該知道 凡吐气之都不笨 他就是我一直的偶像 可是他為什麼在侯意叫 我 周家大公子是吧 你三番五次找我的茶 我要是不教训你 你还真保当是老虎 我看你周家继承人的事 应该让你父亲好好考 老婆 你让他走走 他都是误会他都是误会 是那个周一 他陷害我的 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我的错我的错 大小姐 晚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你带他去收拾 你带他去收拾 他妈的故意刷我是不是啊 你早就知道那个女人是真正的郑林轩 就是在看我出丑 周少你别激动 这是宴会啊 我早就说了他就是真的 是你自己的屁 周少 确实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相信 这下得罪了这么多信息 放心吧雨天 我忘了今天晚上还有个神秘加密 要是我们的好大大小姐 就算和郑小姐再不好 还得给那个大佬几分面子 是吧 你笑什么啊 不过就是帮上了郑大小姐 不是 你以为就凭你 黑手心在这 帮上他 这郑大小姐花仲仲请我来保护 好好 我说呢 怪不得这么 原来是从一个沙夫老 晋升成为一个保安了 啊出现啊 你他妈的看他吗 不是给别人当了几天 狗的孩子还真把自己当个人了 在我面前装屁 我告诉你 跟今晚的神秘大神物比起来 你个屁 我这是本来跟你这个傻逼说吗 相信对朋友已经知道了 今天我们镇甲 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他一处高级 尿不回春 就我的父亲 所以今天不仅是慈善员 也是我恩公子大戏 现在有请他上台 我干什么去啊 上台啊 没看见所有人都在等我 喂 你个杀猪老不会要告诉我 这个神秘嘉宾 就是你吧 怎么 不信啊 看来你亏还没吃够是吧 还真是给你当了几天保安 就给你神气坏 行 你上去吧 我都要看看 那我你自己 谁死还不愿意 少爷你别在这发疯了 别以为你得到了郑小姐的伤识 你就这么不自知 要是得罪了郑家恩公 郑小姐也保不了你 六月 这么多年 你还是一点都没有 这位 这是我的恩公 教育 他就是神秘嘉宾 他就是我夜心想要讨好的神秘嘉宾 都不是在做梦梦 这个赵姨 竟然 真的长得正在做赏兵 真是帮助了郑小姐而已 消息个号吧 王家人真的回来了 没错 据说不守耽搁点时间 你少喝点 怎么 关心我 我只是把电话打起来 我没工夫照顾你 行啊 我去当工作 回去 哎 郑小姐 你稍等一下 怎么 刚才的教训还不告诉你 嘿 郑小姐 我们之前实在是有态度的部分 我想 像您这样的大人物 我就计较了怎么着 那刚才是谁说我 是个贱 是 郑小姐 我都怪这个赵姨 一定是他 弄了什么方法欺骗了你 不然 你们两个 都根本 哦 这话 这小姐 听我给你讲话 这赵姨 他之前就是 就是留下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废物费序 是一个杀猪的 他懂的什么医术 更别提能治好正老的呀 嗯 你他这 卑贱的吓死人 可你待在一块 拉你的脑子嘛 可是 他确实就是我父亲呀 我还打算 让他帮忙帮你公司呢 郑小姐 你好好想一想啊 就他这么一个杀猪了啊 他能 幸好正老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巧合呀 而且他浑身上下一点本事都没有 你让他当个保镖 都是抬与他了 连字都没认权了 让他去管理正式这么大的产业 这不就是把正式往火飞上推吗 这确实不太 还是郑小姐没事啊 以我看 像他这样 不能跟在你身边 不然 迟走会害你的 我觉得 你应该选我 我从小就是被当做 企业的管理者来培养的 这种能力啊 我可比这个费劲成一万倍 这么厉害的吗 看来这正大小姐也没有传闻中那么聪明 说不定我再忽悠一下 不仅能尝尝味 还能拉下正家的产业呢 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选择你 而不是赵毅眼 哎是是是 你不是还追着他前妻吗 怎么在我面前刷損袋子 怎么 这碗里的还没吃到 就开始锅里了 妈的这个丑铁你看穿 哎是是这这这这 这你是真无本 员呀你别落笑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有没有这意思 那你自己不够话说回来 不是 我还不记得你是信 对啊 要不是你选择离婚 我有什么机会认识赵先生 你这样的好男人 好男人 郑小姐恐怕对好男人 三个字有什么误解吗 误解 郑小姐 赵毅的本事我最清楚 我知道你是因为喜欢他 所以才被蒙蔽了双眼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 连上线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行 那他跟好群人也没有任何关系 上线 你跟赵毅结婚三年就这么不懂他吗 你不觉得他来讲 这是一种羞辱吗 还是说 你旁边这位花花公子 文库子弟就是 周少可是周氏集团未来的集成 他简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刘氏集团 得到参加慈善晚宴的资格 而一事无成的赵毅 周少的一句话 让你参加慈善晚宴 这个我 郑小姐你说 你们郑家和我们周家 也这么多你的交情 总不至于就因为一个赵毅 你死的脸皮吧 撕破脸 不存在 因为你们周家呀 叫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你跟赵毅 他脚趾头都算不上 我凭什么 郑小姐 你说话别太过分了 我比不上这个杀猪了 他妈生下来就是周家的集成员 郑小姐 他不过就是一个吃软的 闹着腰不是靠着你 我个屁都是 吃软饭怎么 吃软饭也算我的本事 而且是郑小姐亲手把饭回到我嘴里 我也可以让他把饭回到你嘴里 你不要太过分了 算了 毕竟你也只有三个 配置给我 你他妈找死 丑一 你不要太过分 我知道 你是因为嫉妒周少比你有能力 所以在这里呼叫 你自己没本事就算了 现在却连承认别人比你优秀 你都做不到 我嫉妒 我胡搅蛮着 刘爷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肯 那么没有可取之处 你觉得 本来我还在想这次离婚是不是太过人戏了 但是现在我却一点都不做 反而十分庆幸 因为这次 我彻底认清了一个真面目 我的真面目 你口口声声说 又口口声声说我潘富全是 可到头来我跟周少只是朋友 而你呢 还没离婚你就攀上了郑大小姐 我看潘富全是的那个人是你吧 对 说不定是你先攀上了郑小姐 然后才踹着你眼当吗 盘富全是 婚内出轨 明明先提离婚的人是你 五脚蛮肠的人也是你 刘小姐这么生气 你吃醋了吗 郑小姐开手的玩笑 我跟他已经不婚了 跟我说好是醋 既然你这么看不上赵羽 不如 让开 我还是要放劝郑小姐一拳 然后被她的外表骗 你身份过满 配不上 没错 能配上明轩 只有 我妈姐你怎么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 张林轩 告诉你 这次我董哥过来代表的 可是京都王家 你不过就是董远山的地痞流氓的 小儿子而已 还代表京都王 我操 怎么疯子敢这么跟我董哥说话 赵燕 我知道你你鬼异门尸体 现在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活有干爹照 我看在座的各位 谁还敢瞧不起我 董哥 这小子 是鬼异门尸子 不会吧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一怎么可能真的会医术 抓重点 干爹 哈哈 赵燕啊 赵燕啊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鬼异的尸子 我董哥的干爹 那可是王家的二爷王盲 他老人家刚刚受封为五星上将 我十万兄弟啊 你呀 死定了 什么 五星上将 这下糟了 我们会这个人一向互短 就算他得罪了 你们这战也没办法对待 什么五星上将不足为据 什么不足为据 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 屁股啊 就你一个当了三天的 活龙兵 你知道五星上将是何等的荣耀吗 就是 这家伙当兵当的是火头兵 那见的最大的官 也就是推士班班长 不知道五星上将 你很正诚 赵燕啊 你没脑子 我不怪 但你要是以为得罪了董哥 你这北一门和正下还能护住你的话 那就卡错了错了 实相的现在赶紧跪下来 可不认错 指不定 还能饶你 就凭他 我求命了你别在这胡言乱语了 算了董少女就死定了 你到底是在担心我还是担心我签了 你 董八天 这事跟赵也没关系 有什么冲我来 没有钱呀 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老是护着这个废人 想让我放过他 可以 三日之后 还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几份订婚宴 如何 你别太过分 我过分 我他妈能娶你是你的荣幸 给你药 京都王家让我过来是杀你 所以 你应该感谢我们不杀你 各位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三日之后 我和林轩 在此举办订婚业 各位记得赏脸啊 好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强曲这一套 真让我把黑人记得 赵毅 我没收拾你你就偷着乐吧 现在还跳出来英雄剧 你想死我就成全 北报 在 记得留了全尸 要不然 未婚妻一会找我事呢是 好强大的杀气 赵毅你快走 这事不是你能管得了他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么多年 还没有人能从我猎豹手里套走 今天我看你怎么走 你叫猎豹 我看是废狗 直接来找死 不我驾住手我驾 刘萱你终于要驾了 刘萱不必戒着他 赵毅这事你别管了 就是利报我知道的 是这排名第三的杀手打不够他的 既然你不相信我 为什么选择让我分高标 保标 就你瘦成这样 塞牙缝不够还保标 我劝你赶紧自裁吧 省得我动手了 眼淡 是不是太久没来做皮痒 你他妈谁呀 你怎么知道我笑面 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呗 看来是肉豪敲打敲打 这声音听着怎么这么二手啊 我不管你是谁啊 老子等会把你头踢下来下酒 周少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跟董少求求情 就让他饶了赵一鸣吧 哎呦 就别提这个废物求情 这董哥来着的事情 我也改变不了我 董少 我求求你你就饶了赵一鸣吧 他是个小人物 不值得你亲自动手 走发店 放开他 忘了 盗嘴的肉我为什么 刘雨晏是吧 听说你是这一辈子 跟了我 林轩作范 老师你别这样 帮我批老子就会给老子暗示 刘哥 你你搞错了 这是赵义的前妻 和赵义没有关系 你要是想报复她的话 那个郑林轩就行 你让给我吧 可以 什么东西 他对我只是花交 刘哥 你继续你满意就行 怎么样 美人考虑的夺活了 这样 你只要陪我承诺月 我就答应你放 别怕 我没想给你发 我们三个人一起双飞 想想就刺激 是 你在闹着玩呢 赶紧杀了他 雨晏 你们俩没事吧 我没事 你妈的偷袭 老子大小怎么杀了你 董尹决 这不是懵懂才会的招式吗 这人给我突然就废了 杀杂技呢 赵义居然一招着重伤裂吧 这是何等的功力 赵义啊赵义 你究竟还要省个身份是男主 这还是我认识的赵义吗 你究竟是谁 你个废物赶紧我起来 我请你过来是是你睡觉的吗 还打吗 不打了 参见公主 你吓得李二大 你再也不打了 行了 我知道你只是借了个任务而已 不语用急救 起来吧 是 公主 什么盟主 龙八天 你好自为之吧 你你你居然还敢罚水 你不是世界盘兵第三的杀手吗 咱咱 有一点职业操受没有 这位是我恩公 我怎么可能对我恩公动手 恩公 怎么又是个恩公 不着想 李牙是不是有什么妖法 怎么把这一个都混成团团转了 胡说 你别过来 还有什么招数 你再过来 我赶紧不会放过去的 好啊 我倒要看看 我赶紧不会放过去的 李二蛋 过来给我费了双手双脚 是 啊 啊 诚言诚言我错你上路 你上路 诚言别再伤人了 现在是法治受魁 就算你有列宝为你撑腰 但你斗不过官方的 没事 诚言这今天这下 我知道没看见我 你还真是个转骨头 去 把这个废物给我一口 啊啊没问题哎没问题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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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赵 你快走吧 你走得越远越好 离会反省了 王蒙在我眼里就是个新兵蛋子 成不了是不行 赵 一你不春天会死吗 今天要不是猎豹在你都不知道死 多少次了 给我走 去哪 去给董燕山父亲请罪啊 我给他请 你笑什么 要是他能原谅你说不定不会惊得王蒙 不然你真的死定了 行了 这事不用你 我自会解决 你拿什么解决 拿你这条命吗 还没有谁能取走我的命 行 那我就等着给你收拾 你好自为之 你 看来你这前妻 可是蛮关心的 你说 你们俩有没有可能 少来 你哪这样先看她关心 你还是不懂女人呢 你实话告诉我 鬼一门师祖 杀手蒙蒙 你到底还有什么身份是我不知道的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还有 这儿的事留给你处理 我先走 刘雨爷 刘雨爷 你知不知道你放弃什么样的难 你要是不要的话 那我可就收定了 盟主 属下该死 我盟主责罚 行了 别整职业虚的 起来 告诉我 为什么杀手 联盟 居然沦落到 给京都 王家美名 盟主 您有所不知 您不是 让我们扶持王家 自从您消失以后 王家把所有的产业 全都给吞并了 我们只会杀人 那些做生意 我们一窍不通 所以很快就泡茶了 您还立下规矩 说不让我们伤害京都王家人 所以我们只能 接近任务 来维持联盟的运作 又是这个王家 想不到 让出我一手扶植起来的看门口 全是痛快了 真是看走 盟主 要我说 您还是回归吧 好好整顿一下京都那把老不死的 不急 这件事我略有打算 你 立马召集联盟所有杀手 潜伏京都 咱们试试我给王家来一份 玩 你 碧名 整个 年车 你随時 这兵 你 不是 怎么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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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辦 周少你本事大我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趙姨 是 姨姨 趙姨現在都寻找你這個樣子 你怎麼還想著救他 姨姨已經離婚了 你只會你還愛著他 我沒有 只是在一起三年 我不忍心替他收拾吧 不忍心 姨姨 那個廢物究竟有什麼好的啊 使得你這麼念念不忘 周少你冷靜點 你讓我怎麼冷靜 我得罪的正常 現在連東家也給我得罪了 殺了我優秀這麼多 為什麼還想著做啊 告訴我 想讓我救他沒得 周少 我一直把你當成朋友 你要是不願意救他 那我自己去找東元山 我去不經請罪 你瘋了 你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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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送死啊 那我怎麼樣 我不能眼睜著看趙姨送死啊 他一個情深意重 既然如此 我今天 就把你變成我的女人 怎麼在想著那個廢物 周姐你瘋了 這是一個你滾開 啊 啊 趙姨 又是這個趙姨 所有人都想著你 我不殺了你 誰不為人 八天 別怪我 不要怪 你就怪那個趙姨 是我的孩子 羽生 羽生 快來遇到 你是說我兒子被劉佳墜虛給害死了 是啊都說都是那個趙義 你一定要為董哥報仇 我兒子帶了那麼多的東西 居然打不過一個廢物墜虛 都說趙義是個廢物沒什麼本事 突然反水打得我們措手不及啊 好 該害我兒子 這血吹血吵 依我看那個趙義有點閒門 咱們得從他的弱點下手啊 弱點 就是他的女人 一個叫劉宇嫣 一個叫鄭明軒 好 這件事情就交給你去做 如果你做的好 我會替你在王門面前委員 你們周家進軍親督 是你 是多說我一定居公其作 我一定居公其作 不是姐你幹嘛呀走來走去把你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這昨天還好好的 董巴天就死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 人死了又不是你殺的 不是我殺的 但是赵义杀的呀 什么 赵义杀的 姐 你是不是脑子稍活度了呀 就凭赵义那个废物 他敢杀土皇帝的儿子 都罢了 不行 我还是要去找顶远山 把事情说清楚 请求他的原谅 你干什么去找死 你跟那个废物已经离婚了 他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想连累我不留下 放下我都听说了 他勾搭着重大小子 哎人家都没车你去个屁 去 为什么不去 李妍 我支持不是妈 你不是也瞧不上那个对我 你怎么让我姐帮他瞧起来 你懂个屁 赵义怎么说也是李妍曾经的丈夫 那两个人是有感情的 再说 我虽然不喜欢他 但总能见死了救呢 妈 谢谢你 我一直以为是你不明事理 现在看来是我 不会 傻丫头 胡说什么呢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去道歉的时候 多被打后了 我相信董先生应该不会是那种不明事 给他 妈你 妈你放心 我这次去绝对不会牵在刘家的 要是董家不放过他 那也是他的命 你快去吧 妈妈在这等你 嗯 可是妈你脑子有包 你哭死我了 你想什么呢 我怎么会顾那个杀猪楼的心 那你为什么穿着我姐去 因为周少 给你一千万 周少说 我们爷看上了语言 只要语言肯主动去抖 别急 就是吧 你讲吧 干什么呢 想要钱自己赚去 这可是我的棺材本 行 但是瓜 你这要是得罪多几人 咱们再留下孩子们 看下去 刘家 周少都跟我说了 刘氏集团现在欠占五十个亿 现在要是再不劳点钱的话 都得睡瞧洞去什么 行了 我要跟我的姐妹们 相比 妈的 贱人 看样子我也得想办法高点钱 有了 赵毅 既然你能从周少那弄到钱 那我也能想办法 从赵毅那拿点钱 哦 让刘萱真会享受啊 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 也不嫌困了我 谁谁在里面 你怎么才来啊 人家 我等你很久 不是 刘萱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这里是我家呀 我怎么不得看 你不是 把这个别墅送过了 是送给你了 但是又没说了 不让我搬出去 怎么了 这么想看到 灵萱 要不然 先把衣服穿上我们再说 反正 穿了 也是要脱了 又何必 多此一举 我那个 灵萱我 我 你只想一个 是静静 可是 是大白天的 哎 灵萱 你冷静点 该冷静的 是你 这个是你自找的 是你 我靠 你还有困难 没有啊 周小姐 你在家吧 我姐夫 是不是在你这啊 刘能 他怎么来了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你跟刘雨淫 不是 已经离婚了吗 怎麼考得跟偷情一样 嗯 不是 刘先生我剛才有点失控了 別太在意啊 你們男人都沒一個好東西 提了褲子不是招 你穿沒脫呢 行了開玩笑的 我先換衣服去了 姐夫 沒想到你還真在這啊 哇 真氣啊 沒姐夫你跟著這個鄭小姐 這是曾經過的真資論啊 你來幹什麼 沒什麼政策你不會推就 別這樣 我姐夫長姐夫短的叫 我今天來 可是帶來個重要消息 還重要消息 行沒 那這個消息要是不重要的話 我就先把你舌頭搗來 再把你雙腿打斷 等著你一天在我眼前亂話 影響我心情 你 你你別亂來啊 我今天來可是帶來了我姐的消息 你要是不信的話 我姐姐死定了 語焉 你真是不懂 你還不懂嗎 我就是了 你這心裡 我多 5000萬 你只要敢 我 5000萬 你當我冤大頭呢 劉淵都跟我離婚了 你覺得我憑什麼花5000萬買 他就抽一 你真是沒有理會 我姐要不是因為當初虧空了50億 怕連累了跟你 你想 就挑動去 還有什麼酒 吃香喝了 什麼意思 什麼虧空50億 要不然我姐可去攀周家攀正家 想要回公司 這個傻子 你錢怎麼不跟我說 告訴你 哎你能拿出50億啊 有50億 我還不好 行了我姐又沒在這你跟我裝神畢 我不想跟你廢話 趕緊把五千萬給否則 你就等著給我錢是不是 再說一遍 劉怡言到底怎麼了 你快放開我 你不給我錢 我是不會找你 行了 你覺得沒有你我就找不到他了是嗎 好 反正我也看你不睡眼 我先廢了你 你得自己去找他 等我我手我手 不是 我姐為了跟你配的 去找東遠山 他自己一個人去找東遠山了 對 我現在現在應該一起到 你滾 說了這是什麼用不夠 這怎麼了 啊 原子 我幫我住手 我得過去他 哎你瘋了吧 東遠山什麼樣的人你不清楚嗎 哎我正在他不敢惹 你把他兒子殺了 你怎麼敢的呀你 許的東遠山 我還不放在眼裡 哎 又是牛逼 就那麼載入他嗎 是牛逼 Chry哥 幫我調動所有的準備隊 給我�던什麼 BB啊 無兌 啊哈哈哈哈 你小子坐得不錯 只要好好替我做事 是不聚悔待 的 你知道嗎 手衣啊手衣我真是氣 哈哈哈哈 你小子做的不錯 只要好好替我做事 是不配待你的 哎董事長打電話能為你辦事 是我的榮幸 哎 董事長 哎 這個 是我私藏的珍寶 男人用的他簡直是 情主情天曠玉清酒 哪怕是爺爺擺個 也不在話下呀 就這東西 現在用不到 哦是 董叔知道是老當義壯 這不有了他 母乎天意嗎 那趙義的前妻 可是個優惡呀 這不得整他個三天三夜 給他長點教訓不是 董叔 那我都用來要是喜歡 我還這還有不少好東西呢 不錯 你小子會做事 到時候 我一定替你在網農面前多美 演戲劇 是謝謝董叔 謝謝董叔 啊 劉語音來了 全自送上而來了 好了 你們都下去吧 董姐 董姐 你去送一下 我 送他 他也配 會 誰允許你對周公子不見 你只不過是一個監獄生的野主 要不是身上流著我的血脈 還不知道你在哪個敲動地下集團 父親教訓的是 周公子請問 董姐啊 董姐 你不會真以為我霸天死了 你只能繼承 你家也嗎 建築 就該擺上自己的位置 你不過是 叫他一條狗吧 哈哈哈哈 哪兒來的殺豬老啊 這邊你帶的地方 咱就管 你們是在蒙我 不說 你就是趙義啊 是 你真是笑死了 董老闆請我們這麼多兄弟過來 我還以為是什麼大人 原來就是個殺豬了 廢話少說 我老婆呢 你老婆 你老婆是說董老闆 他這三百回合 欲星欲死呢 實相不愧 你怪我鬥下無情 一個殺豬老 哪把殺豬刀 還行 弟兄們 好家伙 給我砍成肉泥 我爽 透牲 衝 衝 被瘀 這個 烙 我看一下 看着 刘晓俊 刘晓俊之前来 所为何事 刘晓俊 我这次来 代替赵俊向你道歉 道歉 一句清淼淼的道歉 我儿子能扶过来 刘先生 这件事确实是赵俊的做 但是是有时候欺负人在心 欺负人 我儿子四肢全断 抢救五小三 赵俊优势之一更好吗 这件事不可能加什么算 对不起 赵俊他只是一时不败了 我们提要求只要我能做到我 我都补偿给你 补偿 好 好 好啊 那就让赵俊一名怀名你觉得如何 董先生我求求你了 赵俊一份只是一时糊涂 你能帮我到一样 年轻网开一遍 你要多少钱 我都想办法赔给你 刘小姐这不在意赵俊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如果刘小姐留下来好好伺候我 我倒是可以放过他 董先生 您别开玩笑了 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是你自己送上门 你这看不太怪我呀 你觉得怎么样 放开我 赵俊子 装什么装呀 你放心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放开我救命啊 叫我 你越叫我越兴奋 哈哈你信奉我包着看破 赵俊会不会抱过你的 赵俊 你就是他 我都想几本二兄弟 能把他诺诊说家给我送上来吗 说什么 放开我 要想开始了 等会 我看你怎么求着我 慢慢的马足过你啊 住手 你怎么看他上来你睡吧 敢欺负我的女人 你招死什么 你怎么会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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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 我走 你别别别 混账 你居然敢想要 我来了吗 别摆费你心了 你手下那些人走下就上去等你了 说吧 你还有什么意见 不可能 下面有三百人 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来 三百 就那群垃圾 再来五百人也不够老子我把牙放 给我撤 我可以打我 你这也不可能 知道你这个借助 快见识哥 连屁的问题 你们俩聊够了吗 我给你这个小兄弟 你杀了其他人不算什么 我可是地下的总皇帝 你要是等我出生 你怎么早都连命都没有了 现在这无法没改变主意 赶快走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那我帮我看看 倒是怎么够不客气吧 而且我也很靠奇 是什么样的草包 能在海城作威作自 招 你 是死我的东西 看着 你 你看 别 别 你也敢出来装 嗯 你到底是谁 怎么可以一直活的 你啥臣 就凭你 不愧知道我私名字 你心无德不愿 就要做好被死绝 我现在给你就是绝 自败吧 你 照样我做了 这个都是绝建的主意 求你别让我 我把我的家家全都给你 都给你 就你们董家这家产业 看不出戏 老子大 三月的功夫就够赚你们董家十倍 你可不能杀我 我背后看他监督马甲 我兄弟王吗 可是我先想想你杀了我 他会灭你全家的 好啊 那我倒看是怎么灭我天家 你热心 你见不到你 那去 这怎么可能 竟然躺下来 上一刀还好无嘴的这是什么东西 大虾龙群 这是大虾龙群 你你是大虾龙群 有眼 我不顾了 知道的太晚了 哈哈 这辈子差点睡了 我忘了你 我怎么又上纸啊 丑死了 别动 承议 就算你是龙群又如何 你死不俩了 也会被炸的粉碎 别 别 你把手给放下 我找你就手了 我屁 你个鬼 谁都知道了我一生杀人 我吗 有你陪操 我也在直了 直了 董剑多谢恩公不杀之恩 我何时说过不杀你呢 还有 你为何称我恩公 丁公有所不知 董雪山这个老匹夫 他嫌弃我母亲身份卑贱 就杀了我母亲 还让我留在他身边蹬口 为的就是羞辱我 屁肩恩公替我铲除仇人 董剑 屁肩往后 恩公之名师父 你当时在审计和师父 先而如此 那董家以后的成人 不得你 谢恩公 这好 我 自己或是 不 Spirit 似乎 大法 被想要了我們得離開 太不可思議了 大小姐他們都是一道逼命 而且是同一種人群 好像是一把殺豬刀 殺豬刀 難道真的是照一個人賣了整個董家 快離開這裡封鎖消息 是 魔鬼 是造型 是殺人的魔鬼 我 王家 我要告訴京都王家 我要告訴京都王家 雨淵 雨淵你沒事吧 不好 好我馬上給你解讀 雨淵 你冷靜點 我現在去拿印證 你 我告訴你 可是 我妹已經離婚了 我那是迫不得已的 想不得 你 你 你這是吃醋了 雨淵 這一次 我不會再保陪你 不要再拿 大小姐 你怎麼不進去呢 這湯都快了了 突然不想送了 你自己喝吧 大小姐 大小姐這是怎麼了 S 不要 我出生 放开我 要想开始了 等会儿 看你怎么求着我 慢慢的把死我给他 不要 别 别 别 没事没事别怕我在 我在我在我在 你快点 出去以后 我不会再热热热害你了 没事了 你你昨晚都有干什么了我 那昨晚是你主动的 你怎么 你现在提起库子你你不认人啊 你胡说 我能分明就是被人下药了 好了啊 过去的事你就让他过去吧 从今往后 我们两个 好好在一起 可是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 是 流失亏损那五十亿什么 你都知道了 傻瓜 有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告诉你有什么呀 算 你还是走吧 我我不想理你 行啊 那五十亿啊我给你给 呃 郑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是我家呀 我跟赵义 早就住在一起啊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混蛋 不是不不不 老婆你听我解释啊 这个别墅 郑小姐早就给我了 只不过他赖着不走而已 呦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要不是我封锁消息 就凭你在董家做的事 你能回家想 对了我还没问你呢 你到底是怎么把我从我家救出来的 你这样董远山不会放过你的 没关系 董远山已经死了 什么 董远山死了 啊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听说 董远山的私生子师傅罗权 现在 地下土皇帝已经非常红线了是吧 或许吧 至少 董远山现在不会来打扰我 好你个赵义 到现在还给我装 你总有一天都差不多 这只是走 那还真是报应 不过你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以后做事不能再那么冲动了 不然我总不会原谅你 你这么说那不是原谅我了 太好了 没点小东西 哎哎 看你啊到处上了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花心啊 哎没有啊 你愿望老公大人 我可还没有原谅你啊 要看你表现对了 你会收拾一下 然后去参加一个家业 嗯 家业 我表姐一家 她也不知道你 到时候你少说话 不好意思啊各位 有点堵车来晚了 哎 我说表妹呀 这三六宫 哎呀可等了你半个小时呢 你说你这个点才来 有点不合适吧 还是说 你这个点才来 有点不合适吧 还是说 你啊 我就不想 嗯 表姐我们这话是 哎表妹 我说你就别装了 我听说 刘氏集团现在欠资 五十个月啊 工资马上 交垮掉了 哎呀你说你这一个人 是不是有点太辛苦了 不劳您费心 这件事我们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拿什么解决啊 靠你上中华 表妹 今天呀 不是我们自己家的家宴 你说 你爸爸这废物玩也过来 有人显眼吗 表姐 请你嘴巴放干净的 正义是我老公 语焉 不是表姐喜欢吃啊你啊 你说 你这个周易吧 他又有个好逼呢 可他就是个杀猪的呀 还要靠你这个美女总裁养着 不觉得丢人 表姐 说不说对 你看看你姐夫有才 年纪轻轻的 不仅拿下了董家 五个亿的项目 还帮助小放 回了京都王家 和下公司的主管 今天这顿饭 这是他请的 都在地豪酒店 吃不饭 我们有个几百万 是拿不下我 三叔公 您严重 我呢 也是 不值一提 今天我请客 咱们菜 这点好的 酒 只喝 贵 有才和潘凤两个人 不但郎才女貌 而且挺有本事的 你不认为他 看你现在他们这样子 肯定是要腾飞了 就是 这么年轻 就这么能干 了不得 哎 那个李渊呢 你平常 杀猪菜吃多了 今天也查查些 都是一家人 客气 就这点东西 也好意思拿这段钱 真让人笑掉大烊 你个废物 要是二十多你就赶紧逃 但要是听你有人话 那我可就不想 你 哎 老婆 你也别生气 这毕竟呢 是某些人 嫉妒我们 有本事 你靠着 这皮子 推牛 毕竟这又不需要什么成本 是不是 我嫉妒你们 就你们这点东西在我眼里 是 老鼠 呦 大伙都听到了 这话居然是从这个非物坠叙的嘴里说出来的 冤了 你这老公可真有我 我都差点 为何怎么长得 你很多账战 他还跟你看我什么 他怎么变成 行呗 随你再去 不好意思啊各位 只要因他最近伤了脑子 不言乱语 您别介意了 好了 好想弄弄成何其统 你 我劝你好好考虑一下 你这个废物坠血 没本事也就帮你 现在脑子还坏 我劝你 还是把它修了 另找一个 听说 叫什么周少的 一直在追你吗 三叔公 这是我自己的家事 就不用你操心了 哎呀表妹 怎么可真是说话了 这三叔公不管怎么说 是为你好嘛 哎呀 我要是有这么个儿子了 早就把他塞在马桶里给淹死好了 你必出来 白痴白喝 小白脸吃晚饭去啊 哈哈哈哈 这男人呢 龙小靠真本事 你光有一副皮囊 有什么用 去给富婆 当小白脸吗 哈哈 这人哪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还死死的纠缠着我们语言不放 不肯亲离婚协议 男人这个脸啊 都让你给丢尽了 那我好歹还有一副皮囊 您呢 挺一副大肚子里面装的全是屎 赵义 做人要知道自己的能耐 多大的脚 又穿多大的鞋 既然你知道 你不像我 这位官多混蛋 明白吗 好好好 行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全家 赵义 你该不会 担心离开了语言 就没饭吃了吧 哎 龙龙 你现在不是公司主管 你问一下你公司 看你最近要不要招人 大家毕竟齐齐一场 帮帮语言 赵义的工作 别安排了 好安 好节 能力 都可以吗 哎呀 老公 这王家属下的旗团啊 那可都是上市公司啊 就算是找个看门狗啊 也得本科以上协力呢 就赵义他这样 恐怕 赵义 够了 够了 你既然太神了 赵义的事不用你管 别急别急 坐坐坐 其实我觉得吧 姐姐姐姐夫说的也对 你的事实习惯了 我的确一事无成 也只能跟在你宜后面吃饭饭 吃完一品 哎呀 你看見吗 这个妹夫还是有鼓器的 这个 teeth 你差了一点 这样吧 做意 你跟着我不能 我这个当姐夫的 不会让你吃亏的 毕竟我刚拿下的董家 你不刻意的像 在釜笔上 �장乡 帮你 你好好干 我一个月不离开 2800的工资 叫无险一斤 包吃包住 赵义 你看看你姐夫啊 对你多实在了 连这无险一斤都给你管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 会在地上磕个头 表示一下 惬意呢 不管怎么说 这你姐夫啊 也算是你再生死我 那这一次就是 2800磕一个头 行 姐姐夫啊 我这个人呢 也比较大广 这张卡里有十个亿 这样 3000块钱一个头 你们俩付付给我 可以 超义啊 超义 你也不就是一个 拍队的杀鸡老爸 怎么一边好赖都不得 这给你聚会嘛 事实也算了 还敢让我 给你下跪 哎呀 真是吓死我 还他妈十个亿 嗯 你看 你看还能找到这什么废物 这样吧 你呢 也算是我们海中的大美女 有不少老板 都对你感兴趣 只要你愿意放下身段 去陪那些大老板 还不是分分钟的 一样 我还敢动手 还敢动手 哎 就有坚强跟我老公 很好 咱们这一拳势力 我也算很能耐 我不玩了 你 这是什么 别算我没给你 现在把卡都拾起来 咽进你肚子 否则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透确 放弃 你還想看你新家人的份上 你搞得起面的工作 我還敢動手 你以為自己是 老的 那是 什麼 什麼 就都 趕緊給我滾出去 你們的包箱 還正用 聽到沒有 這什麼情況 哎 你剛才不是很囂張的說要打我嗎 這玉頭事兒的不是女人身後 我今天就要告訴你 出來問 他是人哪 學人 你們是問哪的 我可告訴你們 我跟董老闆是合作夥伴 你們就這麼闖進來 他是 不合適的 不是 不是 就是我 不是 說 是 是 什麼 是 董老闆 哎 什麼 哈 呃 大家伙 我看你都吃好喝好了 咱們把這個位置 讓給董老闆吧 這畢竟文明社會 你我共建 你自己也方便嗎 哎 沒錯沒錯 董老闆 今天我們有才的恩人呢 他 三分鐘 就能見到幾百萬 他的時間呀 那就是金錢 我們趕快把這地方給他騰出來 也耽誤了人家的大事 嗨 你個廢物 難道你看不去董老闆嗎 不是的大哥 他沒有這個意思 我們這就走 我們還是先走吧 我們還是不要人 我不走 這頓飯我給了八百塊錢的利益 飯都沒吃完呢 還有 你去把那個什麼董老闆叫過來 他什麼刺客 什麼打算 你敢跟我姐夫再說一個保險 我姐夫 錢有才 人中龍鳳 什麼此刻敢指示我姐 啊 趙義 你搞什麼呢你 你叫他 啊 啊 好 對啊 他也要 那我老闆鬥氣吧 大哥 你就是借我一百個膽子 我也不敢讓董老闆來給我道歉 都著 是他就別問你的 是是就是他 他就是我們家的一個上門女婿 就是一個指揮吃晚飯的廢物呀 而且 她這個腦子又點了 剛好幾個 放不上跟這種廢物欺騷 不上 姐姐姐不這說的什麼話呀 我這不是看你倆受欺負我怎麼說的 再說了 你們倆身分那麼有病 這幾個小狼狼笑著屁 周一你上次都不要帶著我們 我可請告你啊 你你現在最好跪下來 給這幾個大哥道歉 要不然 要要不然我可不讓你去我們工地上搬 告訴你 我用基督的時候 你可別怪我解惑我不講情形 沒事姐夫 哎你臭小狼狼的 去把董建給你叫過來 現在一分工時間趕緊過來道歉 不然對你不客氣啊 周一你在幹什麼 你想做女兒從中啊 哎你一個小白的 你可讓你董老闆過來給你道歉 找我死吧你 你想瘋了瘋了 媽 全都打我 我可是董老闆的心痛 我等著 我還沒想 趙義你死定 董老闆神經事 一會兒最好你把所有事都扛了 你不要連累我了 趙義 你這純事不足 外事有餘的廢物 你自己有眼不是太善 你就罷了 你還連累我們 你簡直不是個東西 玉琪 你趕緊跟這個廢物斷絕關係 難不上你要跟他一起死啊 我們跟他一起死 你 果然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呢 這就是一群瘋子你們就 三叔公 既然這個廢物說他自己能擺平 我就讓他自己解決好了 我們趕緊離開 什麼時候就沒有 是是我們趕緊走 不管這個廢物 趕走 不晚了 老闆馬上去了 等死吧 這兩盤子都被這個廢物 還不趕緊跪下 給幾位大哥磕頭認錯 你剛罵我不是罵挺給勁的嗎 怎麼 看見他們就走了 原來你才是個窩裡 趙義 你就笑 我們都給你害死了 放心吧姐 董建還不敢鬧手 他進來還要給我們幾個磕頭 是誰這麼大的 我董建給他磕頭 priive human 啊啊啊 三叔公 逗老闆 我還小ір 你饶了我們吧 我們還有五個地的項目要合作 太金今高台貴手 和 мень historic 也就是給我小弟們修過廁所 真給你臉嗎 predict 總 Suk 站 perce 送你 st 是他磨斷你的跟我沒有關系啊 這個告一跟我們家 已經沒有關係了 斷了哈哈 我們找他隨意沒有關系 問我還忍了還想走 來人直接把他不平就離證到河裡去 是 總監 大陸關鍋 燈空 小董啊 才上任幾天你就不孝子 趙義 你你怎麼跟董老闆說話呢你 這個不能夠說話 那老老闆 是個磨斷 他就是磨斷了被你追訓 你這是用你的眼圈被我害死 這個瘋子怎麼可能是董老闆瘋了 什麼話你 文庫 都怪我這管教會來 他們 平日裡他們就喜歡齊男吧 我一定給你一個交點 知道這個交點也能還滿意嗎 好歹也是地下土王 通霸一方的老大 就這點可 交代 就這 我不是要找他 我就是在教主做人 文公教書的事情 我曾經經見過這次最大 就是格局太小 要不是被文公以理人員 我曾經這輩子就是個笑容 是我瘋了 他在這個世界瘋了 是你真是那些 他到底是什麼人啊 恩公 還有什麼聲勢 請我吩咐 知錯了 什麼的 能虛能深啊 我沒看錯你 恩公沒有贊了 以後有好多東西要向恩公學習啊 這個事情就先這樣 多謝恩公 親戴更親戴 把整個地毫包下來 不要讓任何人打擾到恩公公 是 你也真是的 你也不會把你解放引劍引劍呀 是啊 你看你跟董老闆關係這麼好 那這天 是不可以的項目 是不是有點太寒酸了 再跟老闆好好說說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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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恩公的姐夫 那當然了 如假包換 這是我有眼不識泰山了是 不過您放心 您是恩公的姐夫 那就是我董賢的姐夫 五個億確實太寒酸了 來人 咱們項目上還有多少億 還有60億的項目 何必 我不希望現在人情二情 他們倆剛才說過 就跟我東京關係 周一 妹夫 還不能這麼說呀 你看 語言 那個小�兒 他可是親切的祖姊妹 那是呀 哎 Lloyd 不管怎麼說 咱們也血濃 мин水嗎 那粉水不流外人天 那可是60的億呢 不好意思啊 我跟妳不熟嘛 你這樣說話就過分了 我不管怎么说 了解刚才也是玩笑的吗 只要没有看出族换 那我们还是一家人吗 是吧三叔公 三叔公你快起来主持工作 现在赵毅是董老板的恩公 董老板要给我们六十亿的项目 六十亿六十亿六十亿 没有那老东西 行了 这出席我也看够了小董 你把他们丢出去吧 别又像我 明白哎 妹夫妹夫别别别 你可不能这么对我们啊 哎 你仗着跟恩公拍手有关系 哎看 把他们两个打一顿在这 你知道他们的合作 哎别别别 妹夫我错了 我错了 哦我现在就跟 离婚 我现在牛都吹出去了 你要取消哥 我没法收场啊 有才 你我 他妈的 人不会你接住地面 你这个疯狐 我现在跟他已经没有关系 你赵 表演给他活了 那就要小董给你安排一个 保安的职位吧 来月薪就跟你说的一样 两千八张无穷能对我的婚女 保安 你呀还真是牙子逼抱啊 那谁让他们欺负的是你 好了好了 我都这么说放开 跟我 告诉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追我 哼 我现在 可是青督王小国啊 你们既然可以这样对王家的人 一定会找你们的 王家你王家在我眼里就算个屁 你们这些再把王家人叫过来 什么都给他麻烦 小大的口气 谁要找本王家的麻烦 怕是青春王家二爷 不信上将王盟 你们 谁是赵义 你 我说是我呀 小街 您怎么突然到海上来了 也没提前同事我一声 我会给您接风洗尘呢 啊 看来是小街 正要找你了 啊 接他 既然敢杀我干干干干干把把把别弄死了自己上位 可真活你为了 王叔 你在说什么呀 不知道啊 人家大部 介绍 还给我装 周杰已经告诉我了 赶紧把周一给我交出来 一高兴 饶你一命 小本事就杀了我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好啊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住手 那姑 忘了 你要找的人是我 赵义 就是你 你也杀了给我三百口人 不错 你要报仇你父母了 放得起来 我活下去 就是你 我记得起你 你一口线杀了三百多人 大喊都是大喊 你一定要给他们报仇啊 周杰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胡说犯到什么啊 王将军 不是这样的 赵义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一个人杀了董家三百个死啊 是周杰 他跟赵义有仇 所以才胡说八道的 郭总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让你说话了吗 不 找死 你还有点本事 快 你很难走 可惜 已经被遇见了我 来人 这所有人都给我杀了 我看谁干 我吗 我这是大大宝贴 居然敢私自调用精卫军队 该等何罪 罪 哈哈哈哈 我杀了你们这些低等贱民 何罪之有 赵义和正义啊 到底你怎么还这么一样啊 知不知道这是谁 王将军 新闻大人接着送到五星上将军衔 整个大厦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我眼下 你还收起来个建费 真是丢了大厦的脸 高爷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死活的狗东西 你要想死别乱让我们一起陪你死 王将军 我是你们王家下属公司的主管 我我们也算是自己人了啊 你又杀就杀赵义 你可千万别杀我了 放开 什么人也配跟我称自己 杀了你们 都想当手 好猛 你这个混账 竟然如此草菅人命 你是国法和军法何在 罪得起自己这身入宫吗 国法 小子 我告诉你 快看下 除了青龙大人 和国手 我他妈就是天 我他妈的就是法 很好 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几个人敢在我面前草菅人命 烂杀 看来是时候 你把小丑叫你们这群重丑 丑丑 就你那样还请你重丑 像你们这些贱 我杀了没有几千 也有上万 杀了你们这些贱灭 大厦 抢你重丑 声音 这怎么可能 大厦龙雀 你 你怎么会有大厦龙雀 什么 大厦龙雀 是当年大厦龙主随身习惯的跑劲 考虑百败巡兵 最近这群体也打造了车 我肩不催刀枪不住 你竟然把他弄成了一把杀主刀 哎呀这干嘛是重点吧 小子 这把刀究竟这从哪来的一个奴 这是什么关系 哎呦哈哈哈哈 这么说好像你就是龙储了 当着黄将军的面 啊你从我没同意有饭了 我就是龙储他爹 哎呦 那我叶 你可别说了 我看到这个龙主会是下极之嘴 小子 我看这样 你也别说我欺负 只要你把这把刀给我 然后再告诉我龙主的消息 就饶你一命 哎哎 好将军 你可别被他骗了呀 真 真是 不知道龙主的消息 我 他偷在这里 然後還把他揉手的沙圖 打傷的屋子什麼 必須千當萬剐 該欠殺萬剐的是你們 當年你們公家是籠主一手服侍起的 如今去濫用全力濫殺無辜 我看你們才是幹什麼 嘿我說小子 你知道的不少啊 聽你這話 你是不打算把刀給我了 既然如此 那今天你就把命給我留下 那我也辦法放在這 刀害我的命一樣也帶不走 刀害我的命一樣也帶不走 好 很好 很久沒有人能給我過去 今天浪子就匯匯你 拿劍來 呀 啊 啊 呀 敢生我 殺給我殺他 不過 我這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人辦什麼病 你取垃圾 你別亂來啊 我可是青龍大人 親自受益的五星上將 不要敢傷亡 青龍大人不會放過你的 還說自己是五星上將 我倒是看這青龍幹什麼吃 簡直猶如我大俠君 你別幫我胡說 青龍大人其實你能詆毀的 青龍大人過來 一招也盪不住 我看你這青龍關系很好 你這兩貌子 你胡說 是憑軍功幹過來的 你把青龍現在給我叫來 往前都沒打 我呸 就憑你別 也配見青龍大人 你連給青龍大人提鞋都不配 你別以為 你拿你沒辦法了 把人給我帶上來 就行 這 這這怎麼回事 長毛你沒事吧 這是你丈母家 和小酒子 我給你時間 我繼續 幹什麼 看什麼 當然是想讓你死 啊這不是怕你記憶 所以把你家弄掉 跑在黃泉路上沒關系 爺爺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這太好好打著罰仗了 這不得了 就是這個 都是什麼事 你打罰誰了你 得罪了誰 還不是這個他媽的姓趙 得罪了我們京都王家 反正跟他占親戴故 一個都跑不掉 這個 我要用你們的血 幾天的家萬百號人口 做王家 好了好了這下全完了 媽還沒發過的我們殺死了嗎 你這個廢物 你給我們家惹了多大的事啊你 媽你這是幹什麼 你是不是哪個對門起了 你都現在後裏這個廢物 人家我們家都找上門來了 咱們家人都還沒病啊 媽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是董家人今天才是他們想侵犯我招牌 哎 見你 被人玩了那麼難貨 董家人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氣 你還想拖著我們家跟你一起陪到不是 媽 閉嘴 媽 媽 告訴你 我在動員營想保證先滅了你 媽 你的被人看著家他都快不得去要打我 我怎麼變這麼酷 官爺 這個照應 他早就被我們留家趕出去 他就是個被我最虛 他跟我們留家 沒有半點關係 官爺 你要是喜歡的話 你 他可以寫給你 他雖然借過婚 但是風雨有色 只要你願意我 什麼 這些年我帶你不薄 就算我們沒有學員關係 我帶你入親弟弟 你就這麼對我 我呸 什麼狗屁親弟弟 老子上次欠賭賊 你給我一次就不給我了 既然你不如我 不是你這個姐姐 你錯 原我 我原再不是我劉家人 從此之後他跟劉家沒有任何關係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憑什麼 憑我是現在劉氏的家主 你名義上的嗎 要不是看你還有點用 你有沒有壞 交到你的手上 真是要不收到半眼了 既然如此 女嫣從此以後 給你們劉家恩斷一絕 照顏 劉氏就當送給他 到時候你想要多數個 我捨不得送你 現在是他們主動跟我們寫情關係 希望你們也別後悔 你都會 哈哈 後悔你的運氣 你知道真是可笑 還從山再起呢 靠你賴豬肉上市嗎 就是 驚擾王家 現在又驚擾官員 你要 趕緊跪手 束手就緊 嘿 你們說夠了沒有 面都家常了 真當我不存在嗎 官員 想必您已經聽清楚 這劉玲燕很臭屁 你根本就不是我們劉家人 你跟我們沒關係 你們就幫我當屁 啊 哎呀 媽媽回一邊去 就是說 這兩個人可以威脅到趙毅嗎 我也不知道 這兩個寵貨 你和六雲 斷絕關係 廢話都是廢話 我猛 這兩個人你想殺就是 不需要用他們來威脅 是嗎 既然他們不行 那這個女人哪 我帶上來 快 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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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動 我摸找死吧 哎呦小子 你還心疼啊 不過這和水靈的女人 死得到快可惜的 趙毅你別管我 我摸摸這個混蛋 他把我們真的都殺 我爸 我爸他已經死了 什麼 摸摸 你真是狗膽包天 哈哈哈 滅一個小小的政家 需要什麼膽子 別說他一個政家 就算是直接把龍主給滅了 也沒人會怪罪你 就憑你也想滅我 呦 小子 這麼到什麼時候 你還在那裝 小子 就算你是龍主 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怎麼樣 你認為五星省將 五湖的不知龍主 是活百萬兵權 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啊 哈哈哈哈 還號令天下莫敢不從 怎麼 笑什麼 難道不是嗎 小子 兒章 還是太年輕了 我就實況告訴你 如今這個龍主 已經卸下歸天 他已經成了一個廢人了 即便是他載出龍主令 也不能號令天下 他已經是一條巫狼了 怎麼跟我這千驅萬馬鬥 小子 我不知道你跟龍主 有什麼關係 但是 今天 死定了 曾鼠孔大人 你已經不是 那大小龍主 居然被你稱作飛 好 就不死 你倒要看看 你口中所說的龍主令 海無呼應到底是真實 傳國主令 三分鐘內蘇來還成滅亡家 裝的還挺像 還滅亡王家 我賠你 莫莫 我先你馬上把手機捐起來還給我 我還能留你一個全屍 哎呦 你們信念沒有 還留我個全屍 這麼說 我得感謝你全家了 臭居啊臭 死到臨頭了還這麼隨意啊 啊 實相 現在趕緊跪下了謝罪 要不然 你女人 現在就得死 你快走 別管我 快走 昭義 鄭小姐說的對 我知道你本事不小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你能對付的了的了 你快走吧 別管我們了 放心 今天只要有我在 沒有人敢動你們兩個 小子 我不知道你使用什麼手段 能讓兩個美女對你死心打的 不過你想 你之後啊 別忘了 向嚴望求情 讓你回來看看 我和兩位美女 是整個雨水敲歡的 逼上你臭嘴吧 莫莫 你只剩一分鐘 想好你一眼了 去他媽的一眼 小子 我看該死的是你 我已經通知七龍大人過來了 讓我為他 獻上大下龍去 我看 他讓我當個七星上將都不成問題 嘿 我出去 我都是吉祥 那就讓你當個三星上將 放屁堂堂代星上將 豈能與白菜論家 哼 趙業 我看你他媽就是技 到頭來 三星上將 而你 這還只是一條賣豬肉的狗 爺 再給你一件 現在回來跟著我 我可以求王將軍 我呸 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趙業死在一起 好 就去死吧 你 禀告王將軍 青龍大人到 哈哈哈哈 趙業 這下你死定了 趙業 這下怎麼辦 怎麼 怕了 剛才你不是很囂張 有本事啊 跟我一起去迎見青龍大人 哈 我看是你才怕了 我們走 青龍大人 您終於來了 聽說你們找到了大廈龍雀 是 我歷盡了千辛萬苦 終於找到了 只不過被一個殺豬老給截糊了 他竟然把大廈龍雀 農成了殺豬兜 真是可惡至極 什麼 殺豬刀 此人在哪裡 竟敢侮辱大廈神器 這個碎屍萬斷 就是那個新招废物啊 他不僅侮辱神器 還自稱是龍舟大人 不把您放在眼裡 這種人 就該把他碎屍萬斷 我拿他擔子 來人 我拿下 我把分射秦龍 有竟誰我把分射 屬下青龍 拜見龍舟大人 拜見龍舟大人 真的是龍舟大人 這怎麼可能 青龍大人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怎麼可能是龍舟大人啊 你他媽閉嘴 不是龍舟大人你著死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放心 我一定替你父親報仇 謝謝 沒關心 青龍 你可認罪 屬下不知 青龍殺你明事 青龍 如今你守握重拳 卻縱容屬下濫殺無辜 饒我大下朝綱之罪 你認還是不認 哇 啊 啊 啊 搞不是的 掛著我的名頭 在外面幹了什麼 怎麼滅了你 青龍大人 別打了我錯了 中間 是中間的主意 他說鄭家跟趙毅 啊不不不 跟龍舟大人 是一伙的 他又滅了鄭家 王家也是你當年跪以前 讓我扶持起來這家族 一定是遭到這個賤人的蠱惑 現在就滅了他 給你一個交代 爸我 我是怨我的 我是怨我的 見人一出 我這個做上司的 應該有贊人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給屬下一個 江湖書的機會 龍舟大人 我錯了 請您饒死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什麼 王蒙 他們那麼信任你 才讓我丟人現眼了 來人 走 帶回去軍閥處置 慢走 龍舟大人 王蒙已經受到了應熱懲罰 回去後我一定好好關腳 青龍 什麼時候在我面前輪得到你先做決定 龍舟大人誤會 小人沒這個意思 既然沒有這個意思 王蒙以權謀私濫傷無無期被擋住 青龍大人動手吧 不要啊 青龍大人 這個我呀我我還不想死啊 你還不動手 親自動手 住 這怎麼回事 青龍不是趙姨守下嗎 啊 看來現在不是了 青龍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要動反嗎 叫你上龍舟大人是給你面子 你說你歸隱田園也就罷了 你蹦出來幹什麼 我早該想到是你 或不是因為你 進入龍舟 怎敢如此要受苦 只是我沒想到 短短幾年你已經變成了如此 住口 以前跟著你 好毒洞灑熱血 為你當了多少事 你說歸隱就歸隱 放著百萬雄兵至高無上地位不要 說什麼歸隱就歸隱了 你讓我這兄弟們如何感受 我都沒考慮 你們不都加官進軍 明理說書了嗎 沒有了你的庇護 當年你得罪的所有事 全部招聖我們 簡直把我們瓦斯里逼 走到今天的地位 全是靠我自己得來的 對不起 這是我沒想到的 你就是個自私自利的人 大家跟著你就是為了名義 你不信 我自己爭取什麼錯 所以你就縱入京都王家 跟你一起謀財還命 為所欲為嗎 錯 王家現在就是我的搖琴書 甚至連國少大人都不敢輕易動 我今天就是第二個大廈籠主 你今天和權力蒙蔽了心 那又怎麼樣 我現在就是窩中之鞭 既然你跳出來想找死 那就別讓我不念旧情 只要我拉到大廈籠圈 我就可以擁有大廈百萬軍隊 不愧真以為單憑這把刀 已經能耗領大廈百萬軍 什麼意思 能耗領大廈百萬軍 是真的 而是我 哈哈哈 你還真以為自己是當年那個龍王令初 群雄呼應的大廈籠主嗎 告訴你 那勢力早就被瓜分了一乾二淨了 現在不過是一個廢物 我殺了你就可以成為真正的大廈籠主 誰才是真正的大廈籠主 誰才是真正的大廈籠主 至殺戰神全來撥鬥 這怎麼可能 什麼時候發瘋了王令的 為什麼我沒聽到 那王盟對你態度奇怪的 這 怎麼樣 現在還覺得我無理無緣嗎 這樣 不是早已經卸下歸前了嗎 他們憑什麼聽你的 啊混賬 龍主大人的命令 我們自當遵從 我們都是龍主大人一手帶起來的 怎會因他卸甲歸田而背叛呢 龍主大人 把這個叛徒交給我 我讓他知道知道 什麼叫個背叛你的殺手 龍主大人 我錯了 我永遠不是他人 我對不起你 你就看在我長久修理你的份上 你你就饒了我吧 饒了我饒了我饒了你 饒了你 正假那些人能活過來嗎 那些因你而慘死的破碎的家庭 人能重圓嗎 龍主大人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什麼都不要了 你就讓龍主大人 狗命吧龍主大人 你去啥呢 我們不想殺他 你放在心上 那是他自找他 對他最有一個 你算是一個訊息 全國首令 全國首令 向龍主接職 全國首令 全國首令 大下龍主 清徒叛賊 故國之安定 現授予 大下龍主 龍王稱號 稱異姓王 趕半壁江山 號令大下雄師 不可推辭 國首這時候哪有 龍主大人 你就別推辭了 您也知道 國首那小孩子星星 您不在的這段時間 他也到處遊山玩水去了 你看 這事情怎麼鬧的 沒有您在 他說不住他的性子 掛了掛了掛了 就當是我欠他 你回去可以禀報他 就說我同意 哈哈哈哈 那真是太好了 哦對了 國首上次還給龍王妃 送了不少好東西 只不過 只不過不知道二位 誰才是龍王妃 難道二位都是 我們都是 對 都是